明年开始 国内将会开放莱克多巴胺的猪肉进口 而为了让民众可以买得安心 花莲县卫生局 9号的上午在局长朱家祥的带对下 前往了美伦地区 针对市场摊商以及周边超市 进行了肉品来源标示的宣导活动 因为从明年1月1号开始 肉品来源如果标示不清楚 或是不合规定的业者 将会收到相关的罚则 9号上午卫生局长朱家祥带领着机查团队 前往了美伦地区 视察市场摊商及潮市 并向业者进行宣导 应该清楚标示肉品来源 因为从明年1月开始 一旦有标示不清楚 最高可以开罚400万元罚还 但是如果确认肉品来源 并非是美猪 就会发证明贴纸供业者张贴 方便消费者安心选购 那我们为了保障 让我们花莲的乡亲 在实的安全上面 是以后得到保障的 所以我想我们卫生局 也非常配合中央政府 积极地来做以所谓的 所有肉品的源头 它的产地的标示 那因此呢 我们已经在所有的 这些闪装业者 或是包装业者 那还有这些大卖场 贩售业者 我们都做了 还有传统市场中 我们都去查访 那了解他们的肉品的来源 是从而而来 1月1号之后 他就是一定要将所有的肉品 标示它的产地 它的源头 那如果这个不标示的话 那就有罚则 如果一旦没有标示清楚的话 那都要罚三万到三百万以上 三百万以下的一个罚则 所以我相信任何一个摊商 应该都会配合中央政府 以及配合我们华林县政府 做一个明确的标示 让我们的消费者 能够得到一个 食的安全的一个保障 从明年开始 国内将开放莱猪进口 为了让民众买得更安心 市场内的摊商 大多数都相当配合 知道的话他就比较安心 就不怕他们一直追溯 知道你们到底 有没有使用进口 有没有用到莱猪 卫生局目前已经查访 县内散装包装业者 大卖厂 传统市场等七百多家业者 上千个产品了解肉品来源 华林县政府也修订 食品安全管理制制条例 规定牛肉猪肉等肉品及产制品 只要含有莱克多巴胺在内的 以形受体数 都禁止在县境内贩售及加工 而目前已经送议会审议当中 记者 许丽晴 华林市报导 在一个月之后 都禁止了 有没有妙认